有民众日前在台北市捡到像这样子的黄色禁劳卡送到了刑事警察局 但是里头的袁姐看到这张卡片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张禁劳卡的主人竟然是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民众发文指出捡到副总统候选人的禁劳卡 翻开正面的瞬间非常惊讶 第一时间还以为这是宣传手法 他把禁劳卡捡到刑事局 指出袁姐表情兴奋 还拿着手机等拍照 而刑事局警方则是告诉他 通常这不受以失误 但是这一位比较好找会帮忙联络 事发在6号距离总统大选只剩一周 却发生这首插曲 刑事局警方后续把禁劳卡 转交给三张离派出所 也通知赵绍康的妻子领回 过去曾经发生过派出所被指控 不收遗失误的状况 警方指出价值500元以下 只要登记好时的遗失误的资料 就可以自行保管期限一个月 不过要是像这一回捡到了禁劳卡 或者是身份证 健保卡等等记名的证件 小心挨告情战 几个小环球国家卖台的报道 1月13号TVBS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三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四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六点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 晚上八点政治新局 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关系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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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TVBS新闻网